好 現在藍綠都要爭取支持 侯友宜選擇支持的方式是找來了韓國瑜 但這被批評你小心造勢 失言還是亂講話 可能變成豬隊友 韓國瑜最近就說了 因為台灣人擔心戰爭 因此導致移民公司的業務 暴增了三倍引發爭議 結果內政部人家直接拿出了這個資料 發現根本是亂講話 五年來的數據 我們就從民國107年開始 當年大概移出的人口 移民有1077位 接下來不斷沒有是漲三倍 而是每一年逐漸的下滑 大概剩800多 400多 即使到最新的一年704 何來的這個韓國瑜的三倍支撐 因此相關的數據一提出來 重重打點韓國瑜